102 商業發展學程 好 選擇102題按確定 確定 好 打開PPD01 打開PPD01這個檔案 我們看第一題 利用從大綱插入投影片的方式 使用PPD Sword文字檔建立投影片 好 然後我們第一個點選在這個投影片下方 選擇新增投影片 從大綱插入投影片 然後在PPD01裡面找到PPD Sword的這個檔案 插入 好 然後呢他將我們第四張 投影片調整到最後一張 點選第四張之後按住滑鼠左鍵 拉到最後一張的下方 好 我們看第二題 將所有投影片套用波形的布景主題 好 點選設計 選擇波形的布景主題 點選一下就會全部套用 好 第三 將所有投影片文字修改為標凱體 好 這邊我們點選大綱標籤 Ctrl A全選 然後請你到常用裡面 這邊 好 這邊呢請你不要選擇這邊的標凱體 因為他後面有所有的標題跟本文 都不要 我們直接選擇下方這個標凱體 好 完畢 來 然後第四題 設定投影片1的顯示格式 所以點選投影片1 好 標題文字 好 所以點選標題文字框 第一個大小為72 好 第二個陰影 第三個文字字中 第四對齊文字字中 好 然後支援間鋸加寬10pt 好 支援間鋸這邊加寬10pt B 標題文字框 副標題文字框 標題文字框 要套用鮮明效果藍色輻射2的圖案樣式 所以點選 會圖工具下的格式 圖案樣式 選擇鮮明效果藍色輻射2 好 C 副標題文字 所以點選副標題文字框 大小為48 好 須出現底線 好 底線這邊選擇 須出現 好 深藍色 這裡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 RGB值03269 沒有問題 確定 確定 好 我們看第五題 修改投影片2到7的文字格式 好 點選第二張投影片 好 標題文字 好 點選標題文字框 好 點選標題文字框 大小為54 好 字眼間距20pt 加寬20 然後陰影 好 項目文字 好 點選項目文字框 好 行距為1.5倍行高 好 項目符號 項目符號大小為130 至高 點選項目符號 好 這邊改成130 確定 好 那這邊要2到7 所以我們點選2 這個標題文字框之後 點選複製格式按左鍵兩次 好 點選第三張 第4張 點一下標題 第4張 點一下標題 第5張 點一下標題 第6張 點一下標題 第7張 點一下標題 然後完畢之後按yes c鍵 再回到第2張 選擇文字框 項目文字框 一樣點選複製格式 第3張 點一下 第4張 這邊點一下 第5張 點一下 第6張 點一下 第6張 點一下 第7張 點一下 好 取消 按yes c 好 我們看第6題 設定所有投影片 切換動畫為旋轉效果 至上效果 然後取消 按滑鼠換頁功能 並設定每隔2秒自動換頁 好 選擇切換 好 這邊要為旋轉效果 旋轉在這裡 然後至上 效果選項是至上 好 然後取消滑鼠換頁 勾選 每隔這邊的自動換頁 這邊輸入2.0 Enter 然後記得要全部套用 因為他是所有投影片都要用 所以全部套用 好 完成之後呢 檔案 好 另存新檔 然後這邊改成PPA01 好 儲存 好 關閉檔案 好 我們選擇數科評分按確定 答案正確 答案正確 好